这里有一些积木 我们一样在用位置表 来帮助我们分析 到底有几块 我有二个千 六个百 但十位数我没有半个 我就写作零 个位数有八个 我记八 所以总共我有 二六零八个积木 可是二六零八个积木 怎么读 我们读二千 六百 零 不需要读零十 如果在数字的中间有零 这个零就单纯念零就好 所以呢 这个我们念作二千 六百 零八 再来我们看看这边 我有二个千 但是我没半个百 我就写零 我有五个十 还有八个一 二零五八 他的读法 我们刚刚说过 如果一串数字中间有零 我只需要读出零 我只需要读出零 不需要读出他的位数 所以呢 二零五八 他就念作 二千 零 五十 八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状况 我只有二个千 我零个百 零个十 八个一 二零零八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念 因为他开头跟尾巴都有数字 那中间连续的零 我们只需要读一次就好 所以呢 我们念作 二千 两个零念一次 二千 零 八 所以同学要特地去熟悉这几个方式 中间有零的数字 我们只需要念零 不需要念出他的位数 而中间的零 如果是连在一起的话 我们只需要念一次就好 像这里有两个零 连在一起 我不需要念零零 我只需要念二千零八 请不吝点赞〟 请不吝点赞〟 请不吝点赞〟